各位朋友好,又是我Gary豐流才子的Gary 大家看到今天我背景的setting不同了 这里在哪里呢?现在不是在Edmonton 现在也不是在温哥华 现在是在Ontario的Markham Markham这个地方真的是full of energy 我们未来几集都有很多视频 很多片段都讲在这里的生活 但今天这集不是讲吃喝玩乐 这集是讲正经点的东西,讲财税 因为近期,现在已经3月 很多朋友已经准备就税过来加拿大 他们已经开始planning 来之前和之后的资产安排 特别这几天我收到多些enquiry 关于过来加拿大究竟何时开始打税 有些朋友甚至带子女过来加拿大开学 然后回到香港 究竟他们的子女是否真的免学费 又或者他们根本不是税务居民身份 今天就会一一探讨 大家,看片了! 好啊! 你好,又是风流才子节目时间表的时候 今天就已经是3月8日了 我们接下来会在3月20日 香港时间3月20日 星期日 早上10点钟 有我们的理财港座三部曲的Part 1 特别要提的是 我们未来这个理财港座三部曲 会暂停几个月 所以如果朋友真的错过了今次的讲座之后 最快应该要去到7月才会再推出 所以朋友,记住不要错过 有兴趣的 就登记我们的Part 1 3月20日 这个就是For New Immigrant and Returning Residents 大家所有想移民的朋友 或者回流的朋友必须要知道 那往后紧随呢 就会有Part 2 即Investment and Tax Efficiencies 我guarantee当中的information 你们是从来未听过的 那就是关于如何去制造被动收入 第三Part就是Putting it to work 就是理论如实践 如何去以一个叫做scenario的形式 去解释我们来到加拿大 如何去制造被动收入 以及每个人应该在加拿大 如何理财的 那Part 2和Part 3的日子 会慢慢再公布的 大家呢 就切记呢 就 pay attention to 我们的时间表 是啊 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记住Part 1 现在来的是3月20日 星期日 早上10点 香港时间3月20日 星期日早上10点 登记的email我啦 各位好 又是我散步的时候啦 这里的风景不同 对吧 你看些建筑特色都不同 那我现在在哪里啦 在Markham Ontario 安省的Markham 这一区呢 就是叫 South Unionville 其实我觉得呢 安省都不差的 真的 哈哈哈 那些建筑特色 我觉得那些屋都挺漂亮的 虽然呢 其实呢 其实呢 顏色那方面是闷点 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些砖墙的 你看到 它 都有一些屋是围住个湖的 哦 挺好环境的 真的 可以在那里走进去 哦 我们在这边走过去 今天有什么好说呢 呃 其实现在呢 是已经去到三月 三月八号啦 差不多三月中那样 这一段时间呢 就很多朋友呢 已经准备定了 那些小孩九月过来加拿大开学 那 所以分别有些朋友是 可能是回流那些移民啦 或者新移民啦 甚至呢 工作签证 自己的学签都有 五番八门啦 真是 那他们过来之前 那当然很多东西准备 那 那我老婆呢 都收到很多那些enquiry 那都refer了过来给我 那 那 其实啊 或者可以介绍一下她啦 啊 老婆Nancy 那不是路人甲呢 那也是路人甲啦 就是我的武术指导 哈哈 那 那她 或者应该说一下她做什么 她是一个license 的immigration consultant来的 之前我没有什么解释 其实有很多关于移民program 那些很多时候我都要问回她 那她是license 所以帮人搞移民的 那近排呢 就收到很多她 她那些客人啦 又或者一些观众啦 的一些enquiry 就是关于一些税务 其实大家开始差不多时间过来加拿大啦 那 那 有些什么税务问题呢 问得最多的那些呢 就是说 喂 究竟 我过来 那时候是不是税务居民呢 你要知道 其实不同身份 有不同答案的 有一些呢 是留学生来的 有些就是回留 甚至有一些呢 只是带子女 过来加拿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些子女 有些人的子女是留学生 但是呢 更多的是什么呢 在九十年代 好像我过来读书而已 那时候 但是有些朋友呢 九十年代呢 就已经是移民了 拿了passport 跟着才回香港 那现在一直在香港 不用说啦 香港收入当然好啦 又不捨得分工 那那些子女 已经去到十三四岁 差不多入学阶段了 那她想带她过来读书 那但是她自己就不想过来读 那她放下个子女在加拿大 那究竟 这些 呃 情况呢 她需不需要报税啊 又或者是不是那些小孩 真的免费这样去读呢 那我逐一去讲 首先讲一百八十三日先 事上问的问题就是说 好了 如果假设我是工作签证呢 留学生呢 那又或者是新移民 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 税务宽限期 因为最近我都收到一些网友的inquiry 他就问 那个税务宽限期 其实 呃 是没有这样东西的 可能是他们误解 那就是令我意名 他解释了这只字眼 加拿大必何来有税务宽限期呢 你要交税就要交税的了 ok 那 总言之 那我或者逐一去讲呢 那些land immigrant 那样 其实我们一移民来到加拿大呢 你已经是即时是马上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来的 啊 其实这个situation都apply to 留学生 是的 又或者工作签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一来到加拿大 那些所谓land 那你收到一个copr confirmation of pr 又或者你是来到加拿大那时 他在机场那里 他issue 那个工作签证 又或者是那个留学生签证给你那刹那呢 你已经即时马上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为什么呢 逐一讲讲 首先 移民就不用讲了 因为你都批了移民给你 你一入境那刹那 他issue 了个移民签证给你 那你就一定是加拿大税务居民了 为什么呢 你一入境之后 你可以马上申请一个免费的医疗保险 虽然某一些省可能要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间 才批证 你已经可以申请 子女可以马上读书 你享用了很多这里的税务居民的福利 公签也是 试过有些朋友问我 我头的183天是不需要交税的 你想一下 难道你工作签证过来 头的183天打工所赚取的收入 不需要交税 是不是 有没有那么好处 不是的 所以183天不apply to你 那what about 留学生又如何呢 留学生都是same thing 留学生其实都是税务居民来的 你听到很多时候在香港 有些朋友申请移民 申请留学签证 可能香港的一些移民顾问都会建议 你其实你可以自己过来读书的 带着子女过来就可以有免费的教育 这样 那对不对是另一回事 就是这个概念做法 就是 是不是正确呢 另一回事 但是的而且确有发生 另外另外一半又可以有个open work permit spousal open work permit 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一些税务福利来的 来到加拿大 但是一家几口 不论你公签也好 留学生也好 你的子女在这里读书 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医疗 所以183天会不会apply to你 definitely not ok 所以呢 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的 不需要去arguer 不需要听这个讲 听那个讲 你想一想 加拿大 我们叫做所谓万税国 会不会给你这样免税 还有又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其实很多人呢 就投诉说加拿大是很高税的 我某程度上我觉得交税呢 好像埋单那样 人人当然是免费 什么免费最好 但是你理性点去想 其实任何东西都有成本的嘛 你来到加拿大 你一入境 你享用到这么漂亮的生活环境 是不是 这么漂亮的道路 这么漂亮的公路 子女可以在这里读书 也不需要呢 走去交学费 那又有医疗 你猜真是这个世界 真是印银纸出来 就可以 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不是 所有都是我们这些 税务居民 我每年交好多税的 你知不知 现在三月 我现在开始头痛 今年要交多少税 如何合法去给少些税 我就算合法给少些税 都不是给好少税 都是给好多 没办法了 你努力做事 你自然要交多些税 你需要接受这个现实 OK 那好了 那这个基本的概念 183日 其实就是说旅客 因为根本上旅客 你理论上你是短暂逗留的 那我们任何的passport 来到加拿大都可以 给你在这里逗留183日 所以其实是足够的 但是如果你希望留在这个地方 长过这个日子 其实就是想享用这里的 叫做生活环境 那所以 就 其实政府也都想去杜绝 这一些 有一些人可能是有钱人 那他想着呢 长期在加拿大居住 享用到这里的生活环境 又不需要交税给这里的政府 那就受这个183日的影响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 另外 就 讲一下 带子女过来读书 现在很多的 在90年代 就很多我们这个age的朋友 过来加拿大读书 我就留学生 但是我也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是 是 跟父母移民的 就是你可以说 他们叫做移民第二代 那 现在 就 他们回了香港 做了这么多年东西 收入不错 但是 当然 他们都希望 那些子女都可以在加拿大读书 受加拿大的教育 那 我猜 究竟哪方面好严不好 我不作评论 但是 就希望那些子女 就是可能 读得轻松一点 我猜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那 他们想 那些子女过来读书 但是他又不想放弃香港的高薪厚职 那怎么办 那 所以呢 就有很多父母 就帮那些子女 拿好加拿大的passport 因为他们移民第二代 他全的passport 给他移民第三代 是没问题的 拿了passport 那接着呢 好了 就带他过来 那可能找一些叫做homestay 又或者可能住些 讀boarding school 那 各方面都会有 那 又或者有些 就放在亲戚那里寄养 那 那跟着呢 那些子女就讀public school 不用给学费 其实 是不是 呢 那 这个topic呢 也会 追索回去 对我们开头 刚才所说的那个 税务居民的问题 你要知道 你的小孩 都未98岁 他在这里讀工校 讀高中也好 小学也好 其实 请先生 要不需要学费的 要的 学校的 学校的 叫做水电门 要不需要付钱 要的 乘地需不需要交地 要的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可以免费送个 教育给你呢 其实 当然不是的 你自己想想 但是 你说不是喔 喂 Gary 有很多人 有很多朋友 都这样带子女过来的 其实首先呢 要知道呢 究竟谁去收那个学费 不是税局 是个school board school board 就跟政府 拿分定 联邦政府 省政府 市政府 拿分定的 而这些资金 就在那里来 而省政府 市政府 在哪里 拿资金去做分定 就是我们的税务 都没有居民 那你带个小孩 放过来 他又不需要付学费 有没有那么好处呢 当然没有 那其实呢 所有的 学校 当然他一定要有资金 那我们带小孩去读书的时候 你要去school board 登记 register 而 那个school board 很普遍都会问 要你填一些form 你可能填了都不知道 他一定要知道 你这个父母 这个小孩的父母 有没有 你随便一方 是加拿大的 税务居民 OK 是的 但是就算 school board 没有问也好 不用说 这些是税务福利 那你呢 已经绝对 跌入去 这个税网 那里了 就算你没有 你说 我declare了 我是非税务居民的 但是你在拿着 税务福利 是不是 你又不给留学生的 价钱 你猜 是不是应该送给你呢 所以 我们 大家 就是 香港的朋友 其实大家都需要 讲一下一些道理 在这方面 就是 你带那些子女 过来拿福利 是不是真的免税的呢 绝对不是 甚至 你可能 你当年 你在加拿大都没交过税 你父母 有没有交过税 都成疑问了 对不对 就是 我可能 可能讲得比较直接一点 但是 的而且 这个是那个问题 就是 大家去问这些问题之前 不妨想一下 故事的背后 就是 究竟是不是合理呢 究竟是不是 真是说 你可以放下个小孩 你就走了去拍拍 有 一毫子税都不用交呢 因为 我明白的 大家香港人 很多时候 都觉得 是 这些是你的福利 又或者你觉得自己走正面 但是 这件事不对的 你起码知道 究竟你的责任在哪里 还有 到他朝夜一日 你可能 一路不报税 没事 他朝夜一日 到这一刻 你自己想着 到你想退休回 留过来加拿大的时候 税稿一次过 跟你算回 喂 你早十年前 你的小孩开始过来读书 其实你已经在这里 税务居民了 但是你这十年 没有交过税 有一次过 翻了你出来 你就知道惨了 所以 你们做这一件事之前 想清楚 又或者 再不是的 你考虑回 究竟怎么样 去给你应该给的费用 OK 那 我估 都说得太多了 大家 有兴趣想了解多一点 登记我的讲座 或者你可以联络我们 那 我老婆呢 就是移民顾问来的 licensed的移民顾问 不是中介来的 有需要的 随时联络我 还有参加我们的讲座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讲座 就快要截止的了 3月20日 香港时间 星期日 早10点 马上登记 因为我们将会暂停 这个理财讲座几个月的 如果有兴趣 登记的朋友 错过了今次 起码要去到7月 才会再重新登记到的 有兴趣的 联络我 还有 最后 记住subscribe 分享 给like 还有记住 按那个铃铃 我还没说过的 这件事 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迟一点 再聊 拜拜 安省呢 那些屋呢 那些颜色 真是说真的 真是满点的 但是呢 呃 它真是绝对可取之处 它这里的屋的外墙呢 就是用厚的砖 就是一些standard的砖头来建出来的 虽然底里都是木frame 但是呢 就一定会很耐 起码 就是七八十年 一百年 都没什么问题的 last到 颜色虽然满点 但是那个环境 其实都不差的 安省 真是 对这个地方 是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但当然啦 价钱真是 非同返想的 都会